好,我们来看例题 计算下列各式 十分之九乘以负的四分之一 我们先要判断它的符号 这个十分之九是正的 这个负的四分之十一是负的 那正负会得负 所以就是负的多少 十分之九乘以四分之十一 那我们来乘看看 就会等于负的没有办法约分 所以分母乘分母是十 分子乘分子九十九 所以答案就是负的四十分之九十九 再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先判断符号 前面是负的 后面也是负的 所以负负得正 那正数我们可以不要写 但是我们先把写要写一个正号在这边 因为一开始我们刚刚写 剩下就是十五分之七乘以三分之二十 五三十五五四二十 约分完了以后就会变成正的三三九七四二十八 所以答案就是正的九分之二十八 但是正号我们通常省略就直接写九分之二十八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前面是负的 后面是正的 所以负正得负 那里面就是二十一分之四 乘以八分之七 那我们来月分看看 四一四四二八七七七三二十一 所以乘开以后就会负的三二六 负的六分之一 所以答案就是负的六分之一 我来所以答案就是负的六分之一